美国职棒洛杉矶道奇队与华盛顿国民队三连战的最后一场比赛 当然大家关注的焦点还是在大幅相评 来看到这场比赛 道奇队的先发头手是菜鸟Landon Nock 这是他大联盟的初登版处女秀 结果没有想到在一局上半 他面对国民队打第一棒的开路先锋CJ Abrams 就被这名23岁的打者打出了这支中右外方将 刚刚好过大强的拳雷达 这是Avrans这个赛季的第五轰 首局手打席的拳雷达 急球的初速超过了102英里 飞了392英尺 在一局上半 国民队就靠着Avrans这支羊春炮 以及高飞牺牲打攻下了2分 接下来当然要带大家来看大谷祥平了 在追平了松井秀喜的175轰之后 大谷祥平的拳雷达最近机场难产 来看到一局下半他的手打席 面对对方投手这个97英里的诉求 一棒拉扯了在右半边扎实的一个一垒安打 今天大谷祥平搅出了三安打 猛打赏的成绩 可惜到齐队其他的打者并不争气 今天全场也仅仅加上大谷祥平的三支安打 也就五支安打而已 今天华盛顿国民队用四名投手 联手玩封了洛杉矶到齐队 最后是2比0在三联战的系列战 本来是国民队在客场拿下了对战的胜利 本来是 image 谢谢大家